西庸市郊區這間醫院 下午時間門診病患不多 外觀普通 卻是當地最大進醫院 小有名氣 幫發展遲緩幼兒上 免費復健課程佛新來的 沒想到卻爆出醫師 乍領健保 趁機來收取 參加兒童的健保卡 再向健保局來 虛報健保費用 這間當地醫院 開業40多年 開設免費幼兒 感覺統合訓練課程 62名的幼兒報名 但復健科醫師也是復運長 卻把50名幼兒 偽造病歷程過凍兒 偷刷健保卡 乍領80多萬元 那我又接了老實 在家裡 那人家礦環就回來了 乍領健保 事情爆發後醫院改名 違法的復健科醫師 衛造文書罪 刑期八個月 詐欺罪 刑期五個月 得醫科罰金15萬元 都緩刑三年 但必須歸還 不法所得80多萬元 還得支付國庫120多萬 他們都沒有頒 但是我們不太了解 法院判決 院方態度低調 不過再看看 被判刑的醫師臉書 上頭PO文尊重醫療專業訴求 公理正義 在對比詐領健保事實 自己打臉超諷刺 記者林鄭王書宏 最討厭的奸推 選人的 RPM 我們 fibros 大分高雄道 我們esser